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影幕志愿者 杨茜茜 您好 沈航长在家吗 你们是 我们是审划该委的 这是我们康主人 对不起啊 沈校长 请原谅我们冒昧登门 周院长好点了吗 医生说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是伤心过度 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沈校长 不好意思啊 在这个时候还过来打扰你 有事吗 今天早上 卫副省长给我打电话 说是龙兴集团饱寒的事 出了点问题 是什么问题 你也知道 省里面对龙兴集团的 BAT项目一直是很重视 如果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希望贵航能够 尽快地给你们香港的分航 出局报寒 你尽快地推进这个项目的 顺着进行 银行没有问题 报寒昨天下午就已经开出来了 报寒现在在 省公安厅405案件 复查小组那儿 他们正在调查我儿子的死因 你儿子不是因为车祸 他们为什么要接入调查呢 他们觉得我儿子有可能 是被谋杀的 谋杀 那 他们有证据吗 具体的情况 你们去复查小组那儿了解一下吧 盛校长 这么说 您儿子的死因 和BAT项目有关了 我儿子是BAT项目的具体负责人之一 昨天下午我儿子给我打电话 是他让我 不要把保寒发出去 是 是 是我下令 由405案件复查小组暂时保管那份保寒的 你们说周浩宇死于谋杀 有证据吗 复查小组正在全力以赴地展开调查 就算周浩宇是非正常死亡 那跟BAT项目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没有关系 调查结果出来就知道了 可龙兴集团 已经签订了BAT项目的合作意向 如果龙兴集团违约了 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可不是小事 这会有损龙兴集团 和我们省的国际形象 现在国家的政策 就是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 到海外投资 省政府 省发改委和省外管局 都在全力支持这个BAT项目 再说 东山银行 香港分行 已经对BAT项目 进行了全面考核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张兄贤 如果因为你的一时冲动 造成了BAT项目的流产 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卫副省长 那您的意思 马上把保函还给东山银行 并且让东山银行 马上把保函发给香港分行 以确保BAT项目顺利进行 卫副省长 我恐怕做不到 理由有两点 第一 周浩宇的死不是意外 很有可能是一起 有预谋的谋杀 而且目前从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 周浩宇的死 跟BAT项目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警察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 保护公共财产 预防制止和惩罚违法犯罪活动 是我们人民警察的任务 你什么意思啊 BAT项目和违法犯罪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怀疑 龙兴集团很有可能利用 BAT项目向境外转移企业资产 你说什么 向境外转移企业资产 你能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负责吗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周董好 彤彤 奶奶 怎么样了 宝涵被冯凯扣押了 冯凯 他一个行政大队的大队长 有这么大的权利吗 据说是沈国安厅 在背后支持他们 这一幕 和二十一年前 太相似了 想当年 县里面 市里面 省里面 大大小小的领导 都希望你爸 回隆万来投资 表面上看 是为了振兴隆万的经济 但实际上 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绩 而以高四海 刘志редィ开始 腺公安局 沈公安厅 顶着巨大的压力 要求开关验尸 现在 高四海和刘志坚 换成了高峰和冯凯 奶奶您放心 我会让省里 不断地给他们施加压力 但是我现在要知道的是 您确定许松林 没有被冯凯抓住什么把柄了 要是松林被他们抓住把柄 冯凯不早就把他带走了 你说呢 不用紧张 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的 来来来 干杯干杯啊 大家安静啊 安静 书长 您讲两句 保护和服务人民 这是我们警察神圣的职责 但是 正像好多警察和你说的那样 如果你能保住一条性命 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所以 我们今天大家共举杯 为干了八年警察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尤其是在有生之年 还能晋升为警司的崔智友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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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按照惯例 请崔智友发表生前演说 行吧 不是 署长 连崔智友都收上警司了 是不是咱局里的标准 往下降太低了 是不是 是啊 对 崔智友 你为什么当警察 走走走走走走 收收收收 我不算是一个好警察 但也不算最差了吧 我破过一些案子 也搞砸过 我毁欲参半 我跟你们一样 每天都努力完成上司 交给我们的工作 完成得应该还算不错啊 那以后有什么计划呀 警察这份工作 成就不了你们什么 只会显现出 你们本来的模样 我干警察那么多年 我一直都在想 我在你们心中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但是我现在 我心里只想着一个事 那就是坚持住 说得好 坚持住 坚持 坚持 有时候我真的 不是很享受 当警察的这个过程 有时候我尽量让所有满满 荡荡的工作 来塞满我的脑子 尽量不去想那些糟心事 我们每个人出去 都会面临许多的压力 如果你们适应不了的话 只能说明 你们不适合这份工作 记住了 你们刚从警校毕业的时候 是不是想着这个世界 非黑即白 但现在你们明白了没有 我们活在一个灰色的世界 现在你们知道 你们自己的能力了吗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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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说 你们干警察这份工作 是一份神圣的工作 但是我只对我自己说 我尽量不在工作中 迷失自我 好 音乐 好 她的怎么样 好的 找到了 就是她 她放下了挡光板 这住了大半天脸 但是从穿着打扮上来看 就是那个从车过线场 拿走周浩宇店老包的人 这是十二日晚上零点十二分 这辆奥迪A6 进入机场停车场的时候 被拍下的画面 这辆车进入停车场之后 停在了距离周浩宇车 大概不到五十米左右的 停车位上 这就是周浩宇的车 从零点十二分 到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 这二十三个小时 她有没有下过车 我已经和市交管局核对过了 这辆奥迪A6是辆套牌车 有关这辆车的情况 目前正在摸牌中 从她放下挡光板 和她二十三个小时都没有下车 这些细节上来看 她应该具有很强的反正查能力 这是我从手机视频中 截下的照片 周浩呢 她去找拍下视频的当事人 了解情况去了 这不太安 冯队 菲姐 怎么样 她说对这个人没有任何影响 当时在现场还有没有 其他人拍摄手机视频 问了 她说她不清楚 冯队 我们要不要向民众 公开征迹当晚的现场 拍摄的所有数据视频 可以试试 周浩 你去办 好 你们两个 借着查证了奥迪A6 好 technical 在里面吗 我现在再说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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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是看了监控之后 我叔是什么时候 离开医院的呢 有什么消息 第一时间打给我 十二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啊 有什么事的话 我打电话给你 别担心了 坐 一躲躺 多一个比较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Golden subscriber im dialed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崔警长 什么崔警长 警司 崔警司 我升官了 那恭喜你了 你最近怎么样 我说的是你 这段时间在办的案子 你这个电话来得正好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中国有一句俗语 心有零 一点通 崔警司 有件事我想麻烦你 说 今日我高兴 这么说你会帮忙喽 会 前提是 你能跟我保持联系 那我想拜托你帮我查一下 上个星期崔天心却没去过赢国 我说秦也啊 你为什么这么看不上崔天心啊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难办吗 秦也 你不知道崔天心在南国的地位 而我 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司 我当你是为了正义和真相 不惧怕任何恶势力的警察呢 没想到 真让人失望 看来我要把你拉黑了 再见 别别别 秦也 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我们 可不可以聊一些其他的话题 对不起 我还有工作 另外我已经两天两夜 没有合过眼了 为什么 还是那个案子 我的高中同学 刚刚让他们给杀害了 再见 秦也 你 你刚才说崔天心什么地方 上个星期 崔天心在不在英国 好 我帮你问问 好 等你回信 秦也 什么 崔天心在不在英国 又能代表什么 那他可能就是许家福 可能性有多大 百分之九十九 喂 秦也 作为一个女孩 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崔天心 我现在的身份是警察 不是女人 喂 喂 崔直友 李燕警长 想麻烦你一个事 这段时间崔天心有没有去过英国 我这就帮你查 啊 谢谢麻烦了 志友 今天晚上有空吗 怎么说 昊宁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封开他们正在调查呢 除了那台摩托车之外 他们还发现什么其他的证据了吗 具体我也不清楚 我说 我无权进入他们的调查 是因为别业体的项目吧 有可能吧 还有许家福没死 他偷渡去的南国 我说 叔儿 您听这消息不惊讶吗 司令某复杂小组 正在调查九五年DNA棋子 鉴定的事情 所以啊 我给昊宇发了微信 我让他留意一下 在英国期间 许家同有没有跟南国人打过交道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信息害了他 说实话 我真的不用把浩宇牵扯起来 不 是我害了我儿子 我当时就应该坚持 不然敢让他去录行家同 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我害了浩宇 先生回来了 我请您这碗鸡汤吧 不用了 晓风 你回去休息吧 你放心 我和你事俩能挺过来 我这两天也没什么事 要不我在这儿待会儿吧 回去吧 好 行 那我明天早上过来 走了 老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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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不起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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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确认是天心工业公司的崔天心 喂 崔直友 难道我理言办事就这么不靠谱吗 你放心 身份证号显示的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崔天心 谢谢啊 我欠你个人情 我不要你欠我什么人情 我要见你 今天晚上真的没空啊 改天吧 模糊的照片一般分为两种 动态模糊或者对焦模糊 顾名思义呢 动态模糊就是有个头在你面前晃啊晃啊看不清 你对焦模糊呢 就是你走远点 把眼睛摘下来看人 那这是哪一种 两种都有 你想让我拿它干什么 吴主任 你看它能不能做个人脸识别 立队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 这是我们手头上唯一的线索了 唯一线索 对啊 那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突破方向了吗 你那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没有啊 这小子可是个老手了 我们上海的网站部门找了他可一年多了 你那边什么情况啊 压力有点大 只有把希望寄托到你这边了 行吧 我尽力 谢谢 喂 冯队 晴云 有没有从监控录像 找到那辆奥迪A6的线索 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所有能拍到的监控视频里 挡过板都是放下的 没有一张完整的人脸照片 还有 那辆车是从西屯郊区方向来的 那一带没有安装交通监控系统 如果不能在周浩预案上找到线索 那我们可真的玩完了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别催我了 为了顶住省里的压力 省顾官厅 张副厅长 可是孤注于掷 你有完没完 对不起 给我点时间 你确定 你还有时间吗 你最后有好的建议给我 我来补这个窟窿 放开 我相信你 是因为你能给我希望 你最好别让我的希望破灭 你在哪儿 我有事整理 你这么着急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许家灯为什么要杀周浩预 浩预知道BAT项目的真相 如果周浩预在第一时间 把他发现的真相告诉了你 那么许家灯还有杀周浩预的必要吗 许家灯会选择逃亡 那么许家灯是怎么确认 周浩预没把真相告诉你 浩预手机一直没开机 他从上海飞回龙城 飞机刚落地就给你打过电话 他的原话是什么 他问我在哪儿 我是在吃饭 喂 浩预 你在哪儿这么长 我在机场 在哪儿 我要见你 我在吃香叶呢 给我家里等你吧 我们约了在家见面 他有话跟我说就这么多没了 如果那个时候 他把秘密告诉你了呢 我认为 许家灯给周浩预 上海同学和人家打过电话 得知周浩预去上海 找黑客安宁后 就一直派人跟踪你 他只有在确认你 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 赶紧杀掉周浩预 拿走他的笔记本电脑 才有可能保证秘密不外信 许家灯在浩预的手机 装切铁软件 那个难过上手这么干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 许家灯就足够的时间 派人去昆山杀掉安宁和周浩预 那天晚上你离开家 和刘青也是搭配当吃宵夜 有没有人跟着过你 拿走浩预电脑帮那个人 找到了吧 不行 单凭那张模糊的视频截图 怎么做不了什么 机场听得上监控 没拍到他的脸 他帮本是放下的 他开的那种奥迪利 又是套牌 你冷静点 你现在要做着 静下心来仔细想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再想 你 我爱你 你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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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 跟你 老老老老 一百 跟了 洗碗 我下了 我开你 六盘一盘啊 对 可以 两盘 两盘没办法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洗碗洗碗洗碗 你别着急 出门了 来洗碗洗碗洗碗 Kelly 一组一组 拖精一到了 Roger 你钱得磨得没开你 我贏了 确定张彪在里面吗 确定 从下午开始 他们在房间打牌 旁边那两户人在那儿 已经安全撤离 现在有个新的情况 院里有三个放哨的 你来特地进去 把他们控制住 我知道了 六个人跟我走 又死了 我还不懂 你干啥去了 尿尿尿去 你打完这把 等我一会儿啊 咱俩一会儿 solo一把 你把你 小伟 不是 你说你想 Crist край 奉队 青场完毕 收断 行动 你们先玩点啊 我就上个字了 好 等着我啊 人工你看 好 这不玩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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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是 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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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 二组 嫌犯网都被放下逃脱 你们迅速拦截 收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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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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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